第41题 加德将材质相同大小不同的铁块 分别放在杠杆的左右两端 并在铁块上各放一个100克的砝码 杠杆保持水平平衡 如右图所示 若杠杆重量及摩擦力忽略不计 当它同时取下两个100克的砝码 杠杆会如何 现在杠杆保持平衡 所以我们的右边的力矩 等于左边的力矩 或者说顺时中力矩 等于逆时中力矩 小铁块力矩等于大铁块力矩 然后我们取下100克砝码之后 我们的力矩就会减少 力矩的计算方法是力币乘以力 那我们现在都是取下100克的砝码 所以我们力量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看看谁的力矩比较大 就表示谁减的会比较多 我们看到我们右边的小铁块 它的力矩比较大 所以它扣掉的会比较多 那么左边的呢 它的大铁块 它的力矩比较少 所以它扣掉的会比较少 所以本来左跟右是一样多 一样大 那现在呢 一个减的比较多 所以合起来就会变得比较小 那么减的比较少的呢 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左边的力矩 就会大于右边的力矩 所以左端会向下倾斜 所以第41题问我们说 当它同时取下两个100克的砝码 杠杆会如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B 左端下倾 左端下倾 所以这边的力矩比较少